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来网,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介绍,现在对大陆打的 大陆对台湾打的这场仗叫什么仗 这场仗其实叫做混合战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日本的 一个学者,他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 大陆对台的八种混合作战方式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那么这个混合战呢,其实我也可以叫做 灰色地带战争,可以说是灰色地带战争的这个上升版 上升版,即不是直接用武力的方式 达到了比武力更好的这种效果 那目前用这种专业的术语和专业的 名词可以来解释目前大陆对台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昨天那样讲,我得到消息 那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概念 那现在就讲这个微观的概念 宏观的我们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 就是像这个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一样的 空降兵就下去,就这一步动作 我告诉各位,是会以这样的形式来结束台海 来结束两岸这个分裂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在此之前 我们这个叫做混合战 其实这个习总他也说过这个话 习近平多次强调 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 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和地点 不采用敌人预想的方法和样式与敌人作战 下一步如何进行 也许可以从今后一段时间 中美大国竞争中看到一些眉目 那么我们,我为各位找到了一篇这个文章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来解释目前这个 台海的这个冲突的 这个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混合战已成为现代战争的这个主流 它打破传统战争的界限 有足于战争与非战争之间 手段从常规到非常规 除了军事行动 它融合更多的政治,外交,经济,网络,心理,宣传等多重手段 试图以最小代价达到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 台海安全是线下最明显的例子 5月19日,日本退役的这个将领 曾担任陆上幕僚兼部装备部长的杜边岳和 在接受日经新闻专网时表示 中国正已超现在谋求统一台湾 这是一种混合战 不以强攻与台湾正面交锋 而采取军事与非军事等混合手段 威逼台湾屈服 他提出中国对台攻略的八种想定 一,影响台湾选举 建立亲中政权 美国就没有理由介入 这首先第一条 我就是说来说说看 这个日本人他讲的 第一条的话 他完完全全是这个错误的 当然这是大陆的构想 这是大陆的构想 如果有一个亲中政权 那就更好 但是我说过 有了亲中政权 实际上台海的这个问题 反而是会陷入一个死局 陷入一个死局 就好像国民党时期和胡温时期的 这个所谓的和平统一 会台 那么实际上 与其这样子做 那么这位日本的这个退役将领 他其实对这个东西理解错误了 真正的 其实你所谓的扶植政权 是要扶植那种流氓恶棍 也就是说 我如果说能扶植亲中政权 那就扶植亲中政权 扶植不了 大家都不需要 或者说 我认为扶植亲中政权 对我是没有利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反而会是什么 去扶植一个流氓恶棍 让一个流氓恶棍 去领导他的这个政府 那么去领导这些人民 就像现在的这个 蔡英文一样的 我说过2016 2020 台湾大选 确实有大陆操纵的 很正常 非常正常 因为只有这样子 你们才能 够在他的这种傻逼领导之下 你才明白 这个领导人和这套制度 有多烂 有多烂 第二 这个就好像特朗普 川普一样的 川普 俄罗斯干预 说川普上去了 一模一样 就是要 要用一个恶棍 一个民粹主义者 上去 他会把自己的社会 给搞破坏掉 就像莫迪 其实莫迪 我们要支持他 他会加速印度的衰亡 不能换国大党的人上去 要一直让人民党的人执政 所以说 这就是好事情 二 网络攻击造成社会混乱 削弱人民对民进党政府的支持 实现政党轮替 其实这个第二条 其实他也是说错了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最近的情况是 大陆网友大规模支持民进党执政 就要让民进党 把国民党给消灭掉 现在国民党 反而是大陆最不希望 看到他跳出来执政的 而且我说了 现在的国民党 也不要再傻逼 再想要什么政党轮替 把民进党搞下去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第一点 他民进党是流氓恶棍了 那么流氓恶棍 他就会在选举当中 也流氓恶棍 那么他就会用非常贵的手段 来影响 比如说2020年 是他自己 这个做票 做票他妈的做上去的 其实他应该是输 输给那个韩国瑜的 但就是做票做上去的 这就是流氓恶棍的手法 不动的通过廉价的 煽动民粹的方式 民粹这个东西 你国民党告诉他们 我执政能对你有多少多少 人家不相信 人家只相信老乡支持民进党 这就是第二条 所以这个日本 所以我说日本没有战略家 他讲的这个八点 我可以逐一去推翻他 当然有些 他如果说说对的 我们可以来参考参考 三 以特攻暗杀 引发台湾内乱 瓦解民心士气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一点其实说的也是对的 就是解放军第五重队在台的 总参的第五重队在台 还有总阵的 总参总阵都有 这个不到这个 这个是到战时初期的时候来进行这种作业 四 侵占台湾外岛和洞沙岛太平岛等 迫使台湾谈判 这个绝对是 这个他也是看不清楚 这一点他说的也是错误的 因为我说过 洞沙岛也好 太平岛也好 这个大陆是不会去侵占的 所谓不是十两岁 就是不会去收复的 懂吗 这不叫侵占 不会去收复 为什么 因为我要说我跟你本岛一起收 太平岛代表了你在南海 在南沙这边 你也有有利 对吧 说明我们是一体的 东沙岛也是啊 里岛也是啊 金门马祖也是啊 就代表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是一个国家 我们不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我们的领土是他妈重叠的 所以说各位 这个日本鬼子他也没看到 他也是在他妈胡扯 他不了解这个里面的这些事情 五 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 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 不如对台湾实施电磁权的封锁 制磁权的封锁 那么海空封锁能不能做到 也能做得到 这个确实也在演练 因为打台湾 你肯定是要海空封锁的嘛 这一点是他有提到 那么六 发动空降快速突袭总统府 联合特攻夺取政府权 那么这个呢 是我说过从第五步开始 从第五步开始到第六步 这都属于是这个混合战的最高潮了 也就是直接去派兵 以克里米安模式的空降兵 去空降的这种方式 激将的方式 去这个精确打击 那这个是没错 这个说的是没错的 这个解放军也一直会有演练 在朱日和的那边那个红房子 就是伪总统府 台湾伪总统府的 这个这种部队是有演练的 但是我说过 是要去活捉 还是要直接要干死 那干死的话 部署在下面的长剑石 压音速飞行的就够了 为什么我说要压音速 而不用超音速 超音速的 它是干另外的活 压音速飞行的 这个 干这个台湾总统府 说说有余 说说有余 那么七 以弹道导弹 发动攻击 瘫痪台湾 那这个肯定是百分之百的 短程弹道导弹 是攻台的这个之王 攻台之王 短程弹道导弹 主要就是在这个 中国人 主要称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台湾导弹部队 这个是主要是这个 一个是在广东的普宁 和这个江西的这个 叫做乐平 这两个地方是连起来的 分为是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 那么 不 这个是部分战区 这个它其实就是 火箭军 火箭军 是火箭军的这个指挥 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中央军委没有把 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 这两个兵种 给它编给了 东部和南部战区 因为这个的话 确实也有一些考量在里面 它是一个属于是 联合作战的一个概念 那么第八是 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 夺取台湾 那这个也是 这些它说的后面这些部分 都是后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我说过 前面的部分有些说的是不对的 后面这些部分 也确实 这是傻逼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说 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日本的退役将领 他说的这个话 我个人认为 所以日本没有这种战略家 没有这个战术家 那么以上是中国利用混合战 试图统一台湾的缩影 还有很多手段 如强制性经济措施 针对性的军事演训 与威慑 以及用切箱长战术 压缩台湾国际与防卫空间等 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 中国运用混合战 以对美国构成意识形态 供应链 国家安全 技术经济 与能源 以及竞争力等六大挑战 在拜登总统眼中 中国发动的混合战 还朝向控制全球共同市场 或关键地区 并且成为世界唯一有潜力合作 经济 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 持续挑战 稳定的 什么开放的国际社会竞争者 他还说 世界已经走到一个新的拐点 今后的世界将是独裁与民主之争 拜登不是问言耸听 习近平曾多次提到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完全有信心为了能力 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 提供中国方案 也就是说 他们也都看到了 中国现在在输出的 这个叫做中国模式 其实 这确实是没错 因为 你只有输出中国模式 才能建构起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 才能我们自己有这个更大的话语权 其实现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这次跟我们打疫苗的这些地区 很多都是采取这个中国模式的这些国家 包括你说欧洲的这个匈牙利 他也是采取中国模式 所以说 匈牙利 他的这个 疫情 控制的就是比他妈的 欧盟其他国家要好 要到位 你去看这次 疫情崩塌的 都是这个 所谓的自由民主这一套的 普世价是这一套的 那你看到越南 在左右摇摆 越南 我说过 它的这个防疫是是好是坏的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现在呢 还有就是 中国提到的这个 对美的这个战略 叫和平演变 就是1999年 中国两名空军大校 共同写的一篇超线战 被外界视为中国发动混合战的代表作 作者之一是这个王湘慧 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他认为 混合战 是当前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 美国虽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却无法赢得反恐战争 完全控制局面 但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 真正运用混合战 做好的国家 还是美国 以隐蔽手法 外交心理 科技 情报乃至压低 油价等非军事手段 搞垮军力强大的苏联 同样的 北京也很担心 美国用类似手法 搞垮中国 为此提出和平演变一说 王湘慧指出 目前美国的战略决策者 对混合战有高层高度认识 中美贸易战 就是一场混合战 中国要 以总体安全观应对 奉行毛泽东提出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战略制造原则 以体系对体系 以混合战对混合战 因此 面对美国的挑战 所以说现战呢 包括我刚才在讲之前 已经跟各位介绍过 我说习主席现在也是都是强调 也是用这套方法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所以说啊 我觉得毛泽东 确实是 中国近代史 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伟人 我们用毛泽东思想 同美国做斗争 我们绝对是不会吃亏 不落下风的 从目前来看 习近平很好地在执行灌输这一套 所以说 目前对台也好 对美也好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方法 所以说我说过 北京现在不会理会 美国跟台湾在这边做什么事情 因为局面是我在控制 我是在这边有兵力优势 和我刚才 和那个日本人刚才讲出的那几点 所以我们只要保持 我们自己的这种战略定力 对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我说过 它最终是以武统的方式解决 速度很快 感谢各位收集收看 我是老编男友 喜欢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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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